你看 好大 蝦子看到了 老闆 這個蝦是什麼品種 南美洲對白蝦 它的色澤非常深 跟龍蝦也有的比 比美龍蝦口感的巨毛巴白蝦 今天來一探雲林人的地道美食 有全台品質第一的新鮮白蝦 以雲林本地製造 廚房必備的調味料 也是第一名 有沒有 感覺就是很濃 有沒有 很濃 因為它本身經過這六個月的分解 蛋白質已經都在醬汁裡面 好香 像豆豉 豆豉的味道 其實醬油的全身就是豆豉 怎樣變出來 其實都是由底油 去調味、加工 去做出我們想要的鮮味 或者我們想要的味道 百年醬油工廠裡面 用古法製作的黑豆醬油 原來是這樣做出來的 堅持180天的美好滋味 就要看我大戰新手 走啦 我們今天來到了雲林 來到雲林有兩個技術在這裡 特別重要 特別厲害 其中一個就是養殖業 好棒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養殖漁業 今天我要帶你去看的是 白蝦 白蝦 香港人都很喜歡吃白蝦 有抓過嗎 抓蝦 抓蝦 沒有 釣蝦 還有釣蝦 只吃過蝦 走吧,帶你去抓 那我還不吃,所以我先吃 哈哈大餐 哈哈大餐 這個通常在香港的酒樓 很多時候都會吃白桌蝦 白桌蝦 對 一樣的,不過它沒有放… 不過它有加芥末 香港是不是會放酒 正常來說就不放酒 但也會放一點酒 這個沒有,這個就擺桌的 好多蝦膏 蝦膏 紅色的蝦膏 通常香港的真的很橙 這個是紅色 很好吃 你看 你是不是喜歡吃蝦的 很喜歡 我也很喜歡吃蝦,因為蝦很健康 很多蛋白質 好吃 這隻白蝦吃下去可以爽蛋 甜 很多蝦膏 這隻很多了 哇,爆出來 哇… 哇… 給你啊 哇… 瘦了 滿滿的 很過分 哇… 好… 剁椒蝦 它把這個辣椒切這樣 剁得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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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塊的 還有呢,因為我們在雲林嘛 雲林呢,這個蒜頭 是很有名的 因為其實雲林有很多農作物 這個蒜 對,很好吃的 這個辣度呢,我挺喜歡的 還有呢,這個 蝦餅 蝦餅 我想說這個蝦餅跟我平時 你有沒有吃過泰式的蝦餅 有啊 泰式的蝦餅通常很脹身 然後裡面塞了很多的蝦滑 但是裡面的蝦滑是扣豬肉 這個看起來 它的顏色上比它更深一點 你會發現它的薑的部分是粉色的 粉紅粉紅的嗎 因為它在做的時候用蝦頭 好幾萬顆的蝦頭 把它跟粉漿裹在一起 然後下去做的 所以它裡面是有點粉色的 這個還沒有吃就知道很鮮 看下去呢,足料 它味道也不一樣 你沒有吃到肉都覺得很蝦 蝦味很重 你是看到這個蝦肉在裡面 所以你吃的時候其實淡淡都是蝦肉 雖然沒有這些那麼彈牙 因為它打碎 但是它的味道比這些濃縮 好好吃 好吃 這個 蝦酥 它用冷凍乾燥的技術 把它縮成這樣 像蝦米 蝦米 好像很大的蝦米 聞起來就不是蝦米 那種鹹味 這個真的有趣 我真的沒吃過 我第一口吃 我也第一口吃 小時候有沒有吃過乾的蝦 它好像有點甜 但裡面有點像肉鬆 它不是蝦肉那種肉 我以為它裡面會很紮實 很可愛 令我們吃不停的蝦蝦大餐 品質真的沒得頂 台灣雲家南一帶的養殖業 非常盛行 尤其是養殖的白蝦和文革 可以說是養活一家大小的經濟來源 第三代老闆 都成全了爺爺的事業 我們現在在觀察 目前我們養殖層裡面生物的狀態 裡面不只有白蝦 我們就是一個 魚蝦貝類公生 待會我們用這個器具就是蝦散 就是平常魚蝦在吃飯的碗 他們吃飯的碗 對… 就這個嗎 對…這個… 這個是他們吃飯的碗 對 上面有飼料 它又叫飼腳散 不明吃一球下去的時候 就像這樣子 有沒有 這個是 魚 有沒有 濕木魚 我抓起來給你抓 濕木魚 夠了 OK 這個濕木魚很大 非常大 好大 好大 這裡的樣子模式是模仿更大 因為這裡除了有蝦之外 有魚、有貝 魚其實也有很多種不同的種種 不同的尺寸 對 就是因為蝦在日口 那些魚是游來游去的 所以就要到處彈、到處咬 令自己可以很安全地渡過每一天 所以這裡的蝦養出來 就會比較… 肉質會比較彈 所以味道也會比較好 還有大自然的方式 可以令蝦的狀況 可以觀測得到 為什麼呢? 就是蝦在不健康的時候 可能會油上臉 就會有一些小鳥 過來吃掉 如果有很多蝦 突然被人吃掉 就證明裡面的生態圈 有些問題 老闆 這個蝦是什麼品種 它其實是一種南美洲對白蝦 它的色澤非常深 怎麼看? 顏色嗎? 你看它變綠 老闆利用環境友善的方式 將魚蝦背混養去養殖白蝦 雖然收成期拉長一倍 但是蝦的尺寸也大一倍 老闆還很有自信地說 肉質跟龍蝦是沒得輸的 這個… 剛才老闆就說 我們市場選蝦的時候 首先我們看看蝦是否新鮮 譬如這隻和這隻 很明顯的分別就是 它變紅了一點 是因為蝦已經開始不新鮮 肉質開始變軟 你就不要選這隻蝦 盡量選這隻 當然是活生生的蝦 好像這些比較透明 證明到它新鮮的程度 但是市場的蝦 你也不要盡量生吃 因為始終蝦運送過程中 可能會有一些藥物 令它鎮靜一點 去到市場的時候 都會是… 仍然是生猛的 所以就盡量避免生吃頭的位置 噢 這次我們做一個非常之原味的味道 噢 你的基本的調味就可以了 噢 我們眼前配料很簡單 薑、蔥、辣椒粒、蔥絲 梅伯爐 是很簡單的 燒上鑊之後 有些熱力 有些油紋 把多餘的油倒過去 噢 然後我們做鐵板蝦 鐵板 這裏夠了 我們繼續煮 先爆薑、蔥 薑是我們切片的 口切 這樣就一樣 我們撕開它 令它容易出味 這個食譜很簡單 其實主要是想吃蝦的味道 為什麼用薑和蔥呢 就是因為不知家庭觀眾在家買蝦是甚麼質素 但是用薑、蔥去… 去腥 去腥 基本上你煮很多海鮮都會放薑、蔥 蔥白的部分我們會放斷 扭扭 味道出來了 對 放進去 炒一炒它們 這次這個做法就是你當作是炒蝦 只不過是多種玫瑰露的香味 其實玫瑰露聞起來像高人狗 它就比較甜 我們炒香了薑、蔥之後 沒有計時會十分鐘內會起貨 只要吃好十分鐘就煮完 炒到煸了一點變色 這樣 好 然後撕蝦,全部倒進去 我們先炒一炒 好快 好 很快 對 很快 我們煮至大約半熟 有些蝦很快就熟 這些小蝦,很快變色 所以不需要煮太久 下一步就表演魔術給你看 魔術 魔術 玫瑰露,我們淋一圈 讓它在鍋裡揮發酒精 很輕… 很香 涼爽 燒完後,酒精的味道就會低滑很多 基本上就沒有了 然後就可以得出玫瑰露 它本身的甜味和香味 這個時候鐵板沒有煙 先把蔬菜放進去 因為它挺熱的 把油平均放在鐵板上 洋蔥 洋蔥? 這些是沒有煮過的,把它放進去 我們是想它把蝦放進去 因為蝦熟了 我們就不想另外再煮 把整個鐵板拿過來 很香 最後就加鹽和辣椒 不要以為辣椒加進去 只有體脂 因為鐵板是熱的 當我們把材料放進去的時候 辣椒的香味和蔥絲的味道 都會被熱力出現 是很香的 好,歡迎鐵板帶蝦搞定 精采 台灣有沒有這些 都是用酒去煮的蝦的菜式 有,很多 在台灣最多就看到 啤酒蝦 燒酒蝦、花雕蝦 各種都有 不過台灣吃起來 酒味很重 你一吃叫啤酒蝦 不過這個吃起來有 蝦子的甜味是很明顯的 提升了 因為我們有玫瑰露 很明顯 然後用這個鐵板 然後讓它有一點香氣 很簡單原味的 但是有一點點的酒香 但假如家裡不想點火 都不要緊 有些酒精揮發 其實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你燒它的時間 可以做出快一點的時間 就是你燒它就可以快一點 但是你可以去拿到 喜歡你的酒醬 就不用了